大家好,我是草本精灵,也是你们的健康顾问。 您真正了解过胶原蛋白吗? 您对长春Ophira胶原蛋白又有多深的认识呢? 这次呢,草本精灵就来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 势必让你们对长春Ophira胶原蛋白有更胜一层的了解。 什么是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一种高分子蛋白质, 也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一种蛋白质, 大约占总蛋白质的30%。 胶原蛋白对于人体有什么作用呢? 胶原蛋白是构成健康肌肤的关键组织, 它能帮助保持肌肤的柔白、弹性及紧致度。 除了肌肤以外,骨骼、关节、肌肉、头发及指甲 也需要胶原蛋白才能生成。 胶原蛋白主要分哪些类型? 胶原蛋白主要分为一型和二型。 一型胶原蛋白主要分布于肌肤组织, 占全部胶原蛋白含量的80至90%左右, 帮助维持量力肌肤。 二型胶原蛋白则由软骨细胞产生, 能够帮助补充关节和软骨所需的胶原蛋白。 长春OPHERA胶原蛋白有什么特点呢? 长春OPHERA胶原蛋白含有100%水解深海鱼胶原蛋白胜态, 具有一型与二型胶原蛋白。 深海鱼胶原蛋白胜态的结构接近人体内的胶原蛋白, 它能帮助身体的恢复及补充人体内所流失的胶原蛋白, 而且安全性也高。 我们采用的水解胶原蛋白胜态是由美解技术分解而成的, 分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与运用。 此外,长春OPHERA胶原蛋白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C与A, 维生素C与A可以帮助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为什么我们需要补充胶原蛋白呢? 人体内的胶原蛋白会在25岁之后开始逐渐流失。 不仅如此,不良生活与饮食习惯, 紫外线的照射,电子辐射及环境污染等也会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 长春OPHERA胶原蛋白能够搭配其他产品吗? 可以搭配。 另外,为了保护与拥有健康的关节染骨, 建议与长春OPHERA胶原蛋白一起饮用。 谁不适合饮用长春OPHERA胶原蛋白呢? 由于长春OPHERA胶原蛋白所含的胶原蛋白 来自于生海鱼,因此海鲜过敏者及素食者不适合饮用。 患有其他健康问题的人士, 可在饮用前先咨询医生或专业人士的意见。 饮用长春OPHERA胶原蛋白会影响荷尔蒙吗? 胶原蛋白不是激素,不会影响体内荷尔蒙。 怀孕妇女、哺乳期妈妈和正在坐月子的妈妈 可以饮用长春OPHERA胶原蛋白吗? 一般上,这些群体也适合饮用。 但他们对营养素的需求或有别于一般的成年人。 再加上个人体质的不同, 建议可以在饮用前先咨询医生或专业人士的意见。 月经期间,可以喝长春OPHERA胶原蛋白吗? 可以,没问题哦! 请问,几岁以上适合开始饮用长春OPHERA胶原蛋白, 男性也能饮用吗? 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可以开始饮用长春OPHERA胶原蛋白, 建议在胶原蛋白流失并出现明显差异前开始做保养。 当然,男性也可以饮用哦! 为什么饮用了长春OPHERA胶原蛋白后, 感觉关节有些不舒服? 长春OPHERA胶原蛋白开始被人体吸收后, 身体在自行调整及恢复过程中会有稍微的不适感。 这些不适反应或明显反应属于正常现象, 不适感会逐渐消失,建议持续饮用。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哪个时间段你用长春OPHERA胶原蛋白比较好呢? 为什么呢? 建议睡前空腹饮用,效果会更为理想, 因为在睡眠时,肌肤很自然地进入休息状态, 大部分的细胞恢复及更新活动都在此刻进行, 最重要的是要持续长期饮用, 以达到确实的补助效果。 好啦,今天就为大家解答到这里, 希望通过这次的视频能让大家对长春OPHERA胶原蛋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下次再见。